才剛過完年就進警察局 事情實在太嚴重了 用我的照片來欺騙粉絲 還好粉絲來向我求證 這是一場假愛情交友詐騙 來過年日文女生 選擇對性感的日文老師 才剛過完年就進警察局 事情實在太嚴重了 居然有好多假帳號 用我的照片來欺騙粉絲 還好粉絲來向我求證 這是一場假愛情交友詐騙 詐騙手法不斷翻新 請大家提高警覺 一聽二掛三查證 有任何疑慮請撥打 165反詐騙專線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關心你 之前還有遇過那一種 他想上日文課 但他提出來的要求非常奇怪 他上一堂課因為只有五十分鐘 他給我三萬塊 只要你穿得很性感的來上課 我看了滿意我再加一千 老闆要出差 要不要一起去新加坡的那一種 對兩天一夜 或者日本也有啊 我們不會日文 但是我們希望我會日文的帶我們去 他們都開很高欸 一兩百 都開過 老闆要一當年 一千好 我有做錯什麼嗎 我跟他小弟也都會聯絡 大概知道他的狀況 他還沒去宜蘭之前 我有去看他 他狀態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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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好嗎 好像發不得好 他好像進去是應該的是不是 黃牌哥報報 獨家常奈坤妮斷開連千億賺更多 月入三十萬元還去唱廟會 只有 胸天 這個尺度真的是跟以往來比的話 真的是太大尺了 連千億的直播助理常奈坤妮回來啦 除了出尺感高的寫真集 還開拓了事業版圖呢 沒 不是阿咧 超老好嗎 還不錯欸 他們就會說 欸其實你唱歌還不錯 要不要唱個幾句 這樣子 欸好像也可以接接唱歌 天啊 原來你就是常奈坤妮 我終於見到本人了 這樣子 他們可能太熱情了 那個你居然是摸我的肩膀欸 那什麼 我跟他女朋友媽媽是怎樣 我跟他女朋友媽媽是怎樣 我跟他小弟也都會聯絡 我跟他小弟也都會聯絡 對大概知道他的狀況了 他還沒去宜蘭之前我去看他 狀態怎麼樣 很好 很好 這樣子好嗎 好像發不得好 他好像進去是應該的是不是 其實在他還沒進去的時候 就已經很多廠商來邀請過我 但是因為我們那時候直播都是一整天 而且是每天 以前會擔心說 欸是不是不行約坤妮 因為他是在連同那邊上班 不好巧這樣子 欸那現在好像婚姻比較自由了 我們可以去約他來我們公司 談談合作啊 工作要真的是暴增 超50萬 一個月 我覺得收入法變好很多欸 大概3倍左右 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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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吃飯的不結 去旅館拍照的 旅拍的不結 來你摔著把愛心日文怎麼講 他都不喝 請下 其實私底下還是日文老師 我都是接一對一教學 大概都開八千 五十分鐘 我之前還有遇過那一種 他想上日文課 但他提出來的妖卓非常奇怪 他上一堂課因為只有五十分鐘 他給我三萬塊 只要你穿得很性感的來上課 我看了滿意我再加一千 老闆要出差 要不要一起去新加坡的那一種 對兩天一夜 或者日本也有啊 對啊 我們不會日文 但是我們希望 我會日文的帶我們去 他們都開很高欸 一兩百 都差不多 但我覺得他們應該是騙人的 我就直接封鎖 直播的時候是最瘦的 可能一天就只有吃一餐 我現在大概四十五 我至少胖了三公斤 所以我再運動 你有在運動? 你是誰啊? 哈哈 你有在做醫美嗎? 也是會做啊 這是基本的保養 硬波電波 定期一年打一次 盡力的表現 不要讓粉絲 或者是其他人 看到你不好的那一面 從日本回來到現在 都是以工作為主欸 算了一下 其實我回來快五年了欸 所以你先算五年 對 年紀大一點可以 四五十歲都沒關係 然後他的想法是 成熟穩重 然後情商高的 不會因為一點小時 然後就生氣 可以成長 他可以教我 欸這樣怎麼做會比較好 慘力宇樂新聞 這樣怎麼做比較好呢 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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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